州长纽森今天公布高达2880亿元的财政预算修正案 州府面临接近280亿元赤字 意味州府必须削减开支 王老权报道 纽森今天公布下个财政年度今修订后的预算案 总预算开支是2880亿元 尽管上个月已经在预算中削减了170亿 但今天公布的修订方案仍有近280亿赤字 纽森列出加州预算的波动幅度 因为加州严重依赖最高收入者税收 图表显示疫情发生的2021、2022年 加州资本利得最高 随后就断崖式的下降 在解决平衡预算方面 纽森从储备金、效率削减、暂停扩张 以及收入借款无大方面着手 其中在州府售身方面 纽森提出将州府业务削减8% 取消填补1万个空缺职务 还有260项编辑所有部门的削减计划 两年前加州人有庞大的财政盈余 容许纽森推行连串的新政策 包括TK幼稚园、学前教育 以及为无证移民提供Medical医疗健保 而在目前庞大赤字之下 州府将暂停扩大加州粮食援助计划 但现有计划继续实施 州府也保留对65岁以上或残障人士的 SSI、SSP福利、Cellware福利、扩张医疗保健 为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有滥用药物问题 人士提供的CureCorp服务都不受影响 纽森也回答记者的问题表示不会加税 纽森最后表示 加州的人口持续增加 旅游业创记录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加州持续保持强大 州议会必须在6月15号之前 通过牛森提出的预算 新的财政年度将在7月1号生效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